今天呢 我们将进行对这颗金蛋子素材呢 进行修剪 这颗金蛋子素材呢 由于之前摘动的时候呢 节感呢 就没有节到胃 那现在呢 还要进行这颗金蛋子的一个骨干 一个起手 随着金的所见呢 那么这颗金蛋子素材 如果是在你的手里 你会怎么去取手呢 那么这个大家也可以 自己在自己的大楼里 似乎的一个想象 对于我呢 将如何对这颗素材进行取手呢 那么这边跟大家分析一下 这颗鸡蛋呢 由于是很粗 那么过度呢 是相当的超 那么这颗鸡蛋呢 是又会取手呢 那么右侧的 这颗鸡蛋呢 也是相当的粗 那么这个鸡蛋呢 还是朝一个 七字形的一个方向 那么这个鸡蛋 也是要取手了 最后呢 我们只会留下这一块 然后一直到过度 相当好一点的 中间的这个鸡蛋 那么现在呢 我们开始进行修剪节感 最后呢 这个素材修剪呢 就已经完成 那么下一个视频呢 我们将进行对这个 金蛋糕的这个支条呢 进行这个下接 希望呢 不会太晚 那么今天的这期视频呢 就到这里 大家好 我是蓝树 请你把点个赞 感谢关注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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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